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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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低空蓝的没有道理 有太多美好追寻 眼前的自己有无限潜力 要变得更加美丽 只是画起轻眼可知 只穿灿烂的自信更加美丽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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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改改行成梦里 能力描绘未来图形 摩天到下地 也绝不能迷失自己 要每一天的美丽丽丽 保持好心情 不同的空间 左右坚持做背景 沐浴最严重的憧憬 迎来新的清兵 面对暴风雨 也要微笑得很熟绿 要做好的自己 搭配梦想继续前行 有趣的离婚 记得有更漂亮的梦境 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呜 呜 《你的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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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就在社区内 五公里之内 我从来不开车 所以我们骑车去啊 去还是不去 快上车啊 坐稳了 好 好 好 天啊 抓好别乱动 别动 怎么那么帅啊 别动 如果开车我就不动了呀 这样节能还还保 节能 节什么能啊 我的皮肤很薄 特别怕晒 这晒黑了得多久才能白回来啊 晒一晒 皮肤看起来更健康啊 你在干嘛 等一下太阳嘛 怎么 一个大男人还怕被晒啊 小时候 我爸爸也这样骑车载过我 那个时候 他还没那么忙 他说 等我再长高一点 他就叫我骑车 后来 他就越来越忙了 他就越来越忙了 怎么还没到啊 就在前面走呗 大夫 大夫 请进 怎么了这是 大夫 我被胸针扎到脚了 都出血了 你看看是不是特别严重 还有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 是骑自行车来的 伤口有吹到风 这会不会得破伤风啊 有点常识好不好 破伤风和风完全没有关系 啊 忍着点 你是大夫吗 我不跟你说话了吗 哦 还有啊大夫 我不确定那个胸针 是什么材质的 可能是铁的 哦 也可能是银的 还有可能是合金 哦 也有可能是薄金的 所以这个对治疗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我要不要去打个针啊什么的 你只是扎到了表皮 伤口不深 我已经给你做了消毒处理 回去注意点 不要沾水 好了 啊 这又完事了 哦大夫 我看那个伤口蛮大的 会不会流疤啊 我是不是需要缝个针啊什么的呀 这是处方单 消毒处理二水 去用云嬸副支付吧 哦 大夫 你也不用给我开个药什么的吗 你的脚伤并不严重 而且我看你来之前 也做了简单的处理 大夫 那要不你把你刚才涂的内药 给我几瓶吧 你真有心 就去看看脑科吧 我有跟你说话吗 你怎么老打叉呀 大夫 我真的不用打针吗 你确定吗 好好照顾他吧 啊 谢谢大夫 走吧 走了走了 大夫都说没事了 哦大夫 那我有什么情况再来找你啊 好 带好东西啊 慢点 疼 疼 怎么还是没有工作消息啊 让你今天收拾屋子 你倒好 弄得更糟 我不是受伤了吗 受伤了不早点休息 还在这儿上午 我在找工作呀 希望你找到好工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发了很多简历 就是没消息的 嗯 求职技巧 求职有很多种方式 因为你没有工作经验 可以尝试公司直接应聘 要懂得说话技巧 不然很难找到工作的 很多人认为电商是大趋势 您是怎样的看法呢 哎 其实面对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吗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您认为网络购物 对实体电的冲击大吗 电商是大趋势 实体电要迎来关电潮 如此霸气直接的宣言 是不是可以被解读为 电商与百货业大战 群积的信号 大家都在骂你情商低自大狂 竟能够都被扒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说话的计较啊 你 你干嘛呀 我还用呢 给我 现在是我的 羞气我 电商是大趋势 实体电要迎来关电潮 如此霸气直接的宣言 是不是可以被解读为 电商与百货业大战 群积的信号 你对李主播还真的是了解 他这人素来喜欢天佑加醋 断章取义 不拍点这样的视频 他用什么正流量啊 出了这样的事 一能够的电话应该被打爆了 蛇无骨却能折断骨啊 天时地利加上人和 我们全力以赴争取DKK 您认为网络购无非十几年的成绩 还挺可爱的 您认为零点十几年将迎来最强烈的观点 我已经向监管部门举报了李主播 他歪曲事实 严总后面说的可好了 可是都被他们给掐了 现在那些网红主播真是太过分了 为了不认眼球 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们知道吗 从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接电话 跟这个解释跟那个解释 全都来问我 跟谁解释 跟谁解释 严总 就是一些想要做采访的直播平台 还有几个合作伙伴想表示一下关心 哪些合作伙伴 缺乏判断力的人 不适合当我的合作伙伴 你们都闲在这干什么呢 赶快回去工作 我的资料呢 已经放进桌上了 李主播根本不足为虑 等监管部门调查清楚后 一定会对这种卑劣的行为做出处罚 而目前亦能够真正的竞争对手 无疑还是陈明百货 您好 陈明百货在做促销活动 您可以参考一下 我到底要上哪儿找工作呀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呀 小姐您好 陈明百货在做促销活动 您参考一下 谢谢 谢谢 天哪 这一季的秀款 不行 我要拒绝幼虎 上帝啊 饶了我吗 上帝啊 还到今天下了 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情况 还让不让人活啊 不行 忍住 我回家 找工作 也要穿着体面去面试吗 嗯 我知道 我不应该买这么多 但是 看到商场在打折 我一时没忍住就买 就买多了 家规第一条是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许乱买东西 明天一早 把所有东西退回去 你别开玩笑了 我这买都买了 怎么退啊 不退就走人 你这人怎么老是这样啊 动不动就赶人家走 你这样多伤感情啊 我这也不算乱买东西啊 这是一种投资 我得先把我的外在美 建设好了 才能吸引别人来了解我的内在美啊 我这不都是为了找工作吗 等我找到工作以后 这些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花自己的钱 叫投资 花别人的钱 是利用 你怎么说话呢 这怎么就是利用了 而且我都说了 又不是不还你钱 等我找到工作 这些钱我都会还给你的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呢 我 我就不幸找不到工作了 我就不幸找不到工作了 你这样吧 你去吧 我帮你找到工作了 我帮你帮你留在工作了 你的工作了 我第一个月 我帮你回去找到工作了 我帮你拯救你 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找到工作了 我帮你 사 revolve 但是高小姐 真不好意思 我们刚找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咱是不招人了 高小姐 对不起 目前公司没有适合你的高位 不好意思 高姐 我们这里没有你需要的职位 我刚刚在大厅看到 高氏集团的大小姐来了 你看见了吗 她让那身打扮谁能看不见呀 我都怀疑他们家是不是真破产了 真破产了 要不然她会来这儿面试 你说人事部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个圈子里 谁不知道高氏地产高小姐 合同有人谈 方案有人做 自己除了盖盖章 根本用不着干别的 要是她真来了 她吃得了看人脸色 还经常加班到深夜的谷吗 还真是 像她这种从小被捧在 手心长大的 哪里经得住职场的风风雨雨 肯定受不了的 这种人呢 过惯了富裕的生活 哪受得了没钱的日子 走吧 走吧 我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难道离开了爸爸 我就一事无成 工作还是没进程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您好 小姐 请问买房吗 这个项目重新开了吗 我 董事长她回来了吗 董事长 您找谁 高仲达呀 她人在哪里呀 这已经不是高市的项目了 现在由鸿鸣地产接手了 鸿鸣地产 公司项目没接手 公司项目没接手 工作没着了 爸爸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不相信 没了爸爸 我就一无是处 花自己的钱 叫投资 花别人的钱 是利益 我 跟你对必需品的定义 是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 这位小姐今天又来了 今天想买点什么 我 我 我今天是来退货的 是哪一件穿的不合身吗 真不好意思啊 直接都退了吧 都退呀 全部 实在是不好意思 标签 发票 小票 购物贷都在吗 少一样我们都是不给退的 穿过吗 影响二次销售 我们也是不给退的 你好好检查一下吧 一大清早 真是触如一头 买了又退 买不起就别买啊 这都回去几天了 才想起来不要了 这 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那位小姐要退的是吧 李总好 李总好 每一个顾客都是我们的上帝 只要符合公司退货规定 都不应该拒绝顾客的要求 客户既然来了 那我们就应该一视同仁 都应该给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客户服务 这么在乎谁有钱谁没钱 我想你们更应该去银行上班 不是吗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你又告诉我了 该道歉的对象不应该是我 而是你身后的这位小姐 小姐 小姐 对不起啊 我们不是故意的 小姐 先去忙吧 好的 李总 这位小姐 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来帮你解决 你之前帮我垫户包包的钱 我还没还你呢 你还记得吗 之前 没什么 都退了吧 小姐 不好意思久等了 手续我们已经帮您办好了 前会退到您当时付款的卡里 谢谢啊 稍等一下 小姐 你好像忘了你的东西 恕我冒昧 刚刚的事情 是我们陈银百货的责任 为了表达公司的歉意 请允许我代表公司送给你 你 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那就收下它吧 不行 我不能要 这条裙子很适合你 请接受我的道歉吧 就当是为了这条裙子 找到主人 只有你穿上它 它才有到它的价值 收下吧 谢谢啊 那我就收下了 谢谢啊 小王 把这个月的账目 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好的 李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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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素了 这下落 有毒 这人与人的差距啊 怎么就能这么大 一个冷面冷血 一个热情热心 一个小气的要死 一个大方的要命 你 茫茫人海 居然还能再次相遇 真是有缘分 可惜她居然不记得我了 原来她就在陈鸣百货工作呀 如果我也在陈鸣百货工作的话 不就可以是李承章的认识到她了吗 陈鸣百货 好 陈鸣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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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陈鸣百货 我们是服务行业 顾客就是上帝 所以你们要拿出来良好的态度 这样才能卖货 您好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 您好 我是来应聘的 请问有预约吗 是谁通知的您呢 没有呀 我是看到了你们的招聘启示 您的意思是 您没有接到电话就来了吗 虽然我知道这有点冒昧 不过你们的这个工作岗位 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打电话呀 投简历什么的吧 对不起 没有预约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您安排面试 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其实我觉得呀 你们根本就不用再面试其他人了 你看 成招艺术改造策划 希望你对时尚了如指掌 我对时尚何止是了如指掌 简直就是如数家珍啊 对艺术有自己独特见解 我何止是有独特的见解啊 我简直就是读书一致的好吗 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我从四岁就开始出入 各大国际时尚秀场 所以呀 这样算起来 应该有二十年的经验了吧 我觉得呀 你们找不到 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 对不起 您还是先得投警力 条件确实符合 人力资源部会通知您的 不不不 梦想是不能等待的 你就通融一下吧 人才在这最稀缺的嘛 你们陈明百货的策划部 真的需要我 这是谁呀 还有人把自己规划成 稀缺动物呢 难怪这么自信呀 这从头到脚 都是今年流行款 我看你对穿着 还算有点贫围 谢谢啦 你这件衬衣我也非常喜欢 是小钟设计师 黄雁南设计的吧 不错啊 还挺有见识的嘛 黄雁南是近几年 活跃在欧洲时尚圈的 华人设计师 我是她的钟粉 你这件衣服的颜色 和独特的材质 我觉得呀 这是让人一见钟情 终身难忘 眼睛有点品味啊 不过她的品牌 在国内是买不到的 你是在英国买的吧 要不然呢 你这件衣服 应该是去年的款 你是打折清仓的时候买的 你才打准买的 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裤子和这衣服啊 有点不搭配 如果你要配这条裤子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买她们 今年新出的纯色衬衣 这样才会更搭配一点嘛 你哪个眼看不搭配了啊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哎呀我跟你说 人啊都是这样 很难发现自己的缺点 所以才需要别人的帮忙嘛 我还得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我跟你说 现在很难碰到 像我们这样品味相同的人了 是吗 你是来应聘这个 艺术改造策划部的吧 对对对 你也是这个部门的吗 我是这个部门经理啊 啊 人吧 真的人满了吗 真的人满了吗 真是人要是倒霉啊 口口凉水都散呀 我要是早点来应聘或许 还有亏许 怎么总是找不到工作呀 这样白吃白喝在眼里家 也不是某回事啊 导购源 现在生存才是第一位 我总是要找份工作混口饭吃的 我爸爸当年还在建筑工地干过活呢 我有什么不能做导购源的呢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还是在陈鸣百货当导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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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来来来 你今天工作累不累啊 来来 快走快走 严厉 我有一个小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呀 不行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我不是去找工作了吗 然后明天要面试 面试一定要在总部 总部在高薪去 我坐车做不明白 你可不可以送我一趟呀 我明天没空 哎呀严厉 作为一个大龄失业女青年 我现在需要的是 家人的关怀 朋友的关心 市长的鼓励 而且 如果我一直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就要一直这样 白吃白喝白住地住在你家 你说烦不烦 烦 烦透了 不说话 就代表你答应喽 谢谢你 晚安 您好 我是来应聘的 您好 请这边排队 好 干嘛呢 走 大家好 应聘的请跟我进来 添一下表格 哦 怎么那么多人啊 我跟你说过 我找都是好工作 还是我没经验 现在相信了吧 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人啊 现在这个梗了也太火爆了吧 不好意思啊 让一下 不好意思啊 可以给我一张吗 别急 喂 喂 不好意思让一下 给我一张 喂 喂 喂 干嘛去啊 干嘛 我干嘛 你就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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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不会真的没等我就走了吧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用户吗 怎么不接电话 还没回来吗 还没回来吗 儿子 快起来 别挤 别挤我儿子 你没事吧 怎么出这么多喊作妖梦了 谁让你进来的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 出去 我说出去 不是好歹狼心狗肺 活该做了吗 好 早 颜总 这是您一个晚上做的吗 您又通宵了 生前何必久睡 那您也得注意身体啊 这么有好的身体 再多的成功和财富 也是没有意义的 死后自会长眠 发什么的 赶快通知大家 五分钟后开会 好 好 李主播胆子也真够大 搞这么大就不怕被处罚吗 不过奇怪的是 话题持续发酵 可是一能够却一直没有反应 严厉不是一个会吃哑巴亏的人 事出反常 并有因 每一个情况 都有适合他的特殊战略 这次的新闻事件 正好是可以让易能够 整合营销 全面改革最好的一个机会 您的意思是 我们索性借这个机会 搞一波促销 你们要记住 只有让顾客真正受益的一方 才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明白了您放心 我马上去安排 你让我公司把快递送到我家 还让他们获到付款 你哥来做 事情啊是这样的 我跟你借的钱买的日用品 就快用完了 这段时间啊 我都很节省着在用 但是出去 找工作风吹日晒的 这几天的皮肤 明显变得粗糙了 乱说 好了 那不是你们最建议能够打折吗 这又不是因为视频风波 你们公司也不可能 做这样大出血的促销活动 谁能受得了啊 你明明就是没有自我控制力 不要乱找借口 这说明啊 我不仅热爱生活 而且呢 还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能够的界面 简直和你的人啊 一模一样 一眼望去 再强的购物欲望 瞬间冷却 这个界面简直寡淡的 绝情灭密 我要不是因为看到你们最近打折 我才不在你们网站上买东西 真不知道你们一能够 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别拿热爱与美当借口 你明明就是被这些打折的价格诱惑到了 那我的现身说法 不是对你的理论最好的证明吗 你别忘了 这里有家规 没有通过我的允许 不能乱买东西 好好好 谁叫我 现在寄人篱下身不由己 当我到时候找到工作了 我连本大力双倍还给你 可能吗 不可能 晚安 哪位啊 真的 什么时候啊 太好了太好了 没问题没问题的 谢谢啊 严厉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不可能 澳大利贺本曾经说过 不可能 也就是不 可能 什么工作 品牌推广 你懂吗 哪家公司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怎么看起来 好像很关心我的样子啊 站住 家规上席 不能唱歌了吗 既然你现在有工作了 该付房租了吧 什么意思 你那个卧房 一个月两千 两千 就那么个小房间 两千块钱 你也太黑了吧 怎么样 你不愿意 好了 那可不可以 优惠一点点啊 严厉表哥 你再多说一个字 三千 你是小气鬼手才我自己的 三千五 严厉 四千 一千 五千 一千 五千 十五千 二千 六千 六千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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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 终点站了 你怎么还不下车呢 我是要去星月广场 我都没有听到爆炸 怎么就到终点站了 星月广场 星月广场你做反了 这下惨了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我是新来的岛工员 我叫高杨 小高 你第一天上班你就敢迟到啊 对不起啊 我很少坐公交车 一着急就可以坐反了 什么 你很少坐公交车 我的大小姐 你下次迟到你也编个好点的理由吧 我没编啊 小王 你说多久了 半小时了 快点 我没编 好了 你别解释了 你今天第一次迟到 我原谅你 我希望你下不为例 你从今以后在我们店里工作 我希望你做人要诚实 工作态度要端正 知道吗 店长 别解释了 你赶紧去熟悉一下环境 手脚利落点 店长 这个是策划部送过来 派宣传照用的服装 你让一下 您看我能找谁送一下吗 小高 这个东西送去策划部一下 策划部 他们在前面拍宣传照 你赶紧去 他们有设计好多人拍了吗 你今天都说好了 你今天拍吧 这么大个商场 到底是在哪里拍宣传照了 我们还要给任强 还有吴凯年 这两位老总打电话 然后汇报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和行程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你们知道 策划部拍宣传照的地方 在哪里吗 你找他们干吗 我去给他们送鞋子 我是新来的导播员 对这儿的环境还不太熟悉 那就慢慢熟悉吧 穿着鞋子 就当自己是女模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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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光 吃点光 王总 你看一下 还要带我们带她 换到衣服 好 不错啊 那美女士不错 保持 好的 那我们不能换什么 好 等一下 策划部拍摄 字幕由ly 忽然一夜 我失去一切 睁开双眼 时间回到初点 带着最绝望的心 度过记忆的夜 你的出现 是你的出现 不尽黑夜 看见星星点点 沉默又坚定地走去你 这世界 有你在漫漫长路中 要冲破迷雾的城口 人潮都汹涌 听 城市的喧嚣 没什么可以阻挠 感受着我心跳 一道一道奔跑 哪怕轨迹环绕 已经成终发搜狗 我继续寻找 痛苦也不能祈祷 每种全都忍耀一样一样 回响一样一样 又不停歇门跑 我的骄傲让你听到 踹着最终的钟 人潮都汲请 要不要紧张 这位置 踹着最终的钟 发行是一样的